王老师,怎么培养好的健康苗 那培养好的健康苗呢 我总结呢,就这几条 第一个呢,选好地 然后选好种苗,选好母苗 选好地呢,我们土质 就是黄土地,沙土地 比较透水的土壤 如果黏土地呢,它都给扎不下去 草莓怕落 所以第一个呢,选地块 第二个呢,我们要选一代的拖土苗 这个苗必须要建考 这第一个,选苗选土地 然后第二个是,栽培密度 栽培密度和苗的 这个产量,数量 我们一般呢,就一亩地呢 就栽一千颗 是吧,每个苗呢 它就产多少呢,每个苗就产 四十颗,三十五至四十颗 每个蒲骨精呢 最短的就产四五个 不能产多了,如果蒲骨精太潮了 产的七八个苗,后面那几个都是垃圾苗 都是小苗 在一亩地呢,我们一般的控制 产四万颗苗苗 如果你产的五零万颗,一般的苗都是小苗苗苗苗 大到七十天 到八十天 你怎么让它这个苗苗苗蒸淀了 嘴苗全是剖腹镜的啊 那苗人一定不够啊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让它提前出来苗呢啊 我们的方法呢 就能用栽培方法啊 所以说这呢啊 就是我们怎么培养 那个够苗龄的大苗呢啊 那方法呢 第一个呢啊 我们就是栽上母苗啊 栽上母苗之后呢 挂两次生肝剂 让它迅速生肝 迅速旺起来啊 然后呢 我们施肥的时候 劝足施肥啊 不要缺素啊 不要缺素之后呢啊 它营养比较均衡嘛啊 它又更光 更光了之后呢 马上产生破腹镜啊 是吧 因为这两个方法啊 再一个呢啊 我们育苗的一个 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四第四条啊 最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做无菌苗啊 我的方法呢 就用内心的杀菌剂 防止三个死颗病的杀菌剂 就是半个月充一次 用滴罐 看没 这有滴罐啊 用滴罐随水充了啊 让它体内呢 带着杀菌剂 用这个方法呢 永远没有 就体内永远没有病害 成品苗呢 买回家之后呢 体内也带着杀菌剂 一个没有细菌 有杀菌剂 永远没有死根病啊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就是培养好的那个种子啊 就这几条 就这几条啊 第一个呢 选种选地啊 是吧 第二个呢 控制栽培密度 是吧 第三条呢 够苗零啊 苗够大 第四条呢 杀菌剂防空啊 我认为这四条啊 这四条呢 那头苗苗啊 一定会长得很好 非常健康 好 感谢观看